Hello,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讲流行歌曲的一些常用的结构 那么可能听歌听多的朋友呢 也会发现这一些规律啊 很多大多数的歌曲呢 其实它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旋律发生了变化而已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一些结构的问题 那么我这里呢用这个比较小的字 然后写出来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 这种结构呢是用的最多的 就是前奏 一开始前奏 然后主歌一主歌二 主歌和副歌是什么区别呢 简单一点呢 就是一般歌曲刚开始的时候 比较安静一点的那种唱的东西 就是主歌 然后高潮部分呢就是副歌 这是大概的意思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主歌会唱两段 然后副歌也会唱两段 然后唱完之后就到了尖奏 那么尖奏完了之后呢 一般情况下呢 它不会大多数情况下呢 它会从主歌第二段开始重复 主歌第一段就不唱了 但有的歌曲呢 它也会把第一段也开始也带着唱一下 这个比较灵活 那么我们从大多数的开始说 从主歌第二段 然后直接唱到副歌 然后副歌唱完之后 再把副歌的两段重复一遍 然后就结束了 这是大多数的歌曲的一种结构 那么我们可以听一下 打开库狗来听一下 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个这种 用的最多的这种方式 比如我们随便听一个 听一个去年的一个神曲 不要追问对与错 毕竟我们相爱过 有你陪的日子里 我真的好快乐 好 这是主歌的第一段 主歌第一段唱完了 然后再唱主歌第二段 它的主歌 它的两段的一般旋律 是非常接近的 非常类似的 好 大家听出来了吗 这主歌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旋律 是不是大概差不多 没有多大区别 然后唱完之后就唱副歌的两段 同样 副歌的两段呢 一般它的旋律也是很接近 很类似 90%都是一样的 只有一点点的变化 我们可以听一下 好 副歌第一段完了 唱副歌第二段 旋律 大同小异 好 这第一首歌的一部分就唱完了 那后面的rap我们就不用说 它这个rap呢 就类似于充当了一个 奸奏的一个角色 只是说比较创新 好 看这中间的rap 加上让人哼出来的这个 就是充当的奸奏的一个角色 然后现在又重复了 从主歌开始唱 昂包斯这个就是从主歌第一段开始唱的 我听一下 对 他就是两段主歌呢 都重复了 你就是小心翼翼的 因为你怕我难过 而我却不能给你 给你想要的结果 好 我就节省时间 我就不多听完了 反正后面它的副歌就重复了两遍 把两段都唱了一遍 然后就到了尾奏 这是一般歌曲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其实你多听歌的时候 你可以能分析出来的 那么然后结构呢 我大概分了有常见的有三种 那么刚刚那个呢 就是第一种 主歌唱两段 副歌唱两段 然后呢 现在呢 说一个呢 就是主歌唱两段之后呢 中间有一个过渡段 类似于桥段 这样的 然后唱完之后呢 再唱副歌 我们看哪首歌是这样的 这个 他们猜我们后来 有没有再见 这个不是的 这个好像不是的 那之前的这个神曲 小苹果似的 我们听一下 主歌第一段 唱完了 主歌第二段 完了 然后中间加了一个 过渡的桥段 好的 桥段过后呢 他才唱副歌 后面我也不听了 就是他这个 加这个桥段的目的呢 是把这个气氛 推到更高潮点 然后直接进副歌 有的可能 他就是 如果是第一种模式呢 有的歌他可能 唱的主歌第二段的时候呢 他的气氛还没有提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 加一个桥段 把气氛提起来之后 再唱副歌 这也是很多件的 那么下面有一种呢 就是他这个过渡段呢 他是加在副歌之后的 所以有的 有的歌 就是第一种模式 你看 主歌一 主歌二 副歌一 副歌二 拆完之后呢 他在副歌二 拆完之后 不是立马重复 副歌的 然后在重复之前呢 加了一个过渡的 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首歌 好 剑座 我们从剑座之后开始听 这是唱的主歌 你用尽了力气 也未必如远 总是样 或去以后 才了解 突然我 记起你的脸 爱不爱 不过一年之间 绕一圈 今天的梦 能和昨天面对面 我们都没错 这是副歌 很好听的副歌 副歌唱完之后呢 他就加了一个 在副歌之后 加了一个桥段 过渡的 昨天的我一个拥抱 曾经那不知 如何是道 我们在剑座 会微笑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唱过爱歌 好 桥段完了之后 再次回到了副歌 这个时候呢 因为桥段它也是 充当着一个 提高气氛的感觉 提高整体情绪的感觉 然后再突然间 进入到副歌的时候 给人的意境又不一样了 非常好的意境 我们都没错 我们都没错 其实不是个 亲爱的 我倒是不懂得 我现在是 好 就是这样的 那么 结构是这样的 但是段落呢 你可以 自己重新排的 比如说近些年 有些歌呢 他就是不一定说 非得主歌 一开始要唱主歌 很多歌 这几年很多歌 就是直接 我连前作都没有 直接就唱副歌 副歌唱完之后 我再来唱主歌 再副歌 这也是一种新的模式 这几年 近几年 很多这样的歌 我们来听一个 人气比较高的一个歌手 这个他就直接唱副歌 唱完副歌再唱主歌 梅花桥 我们互相再加价 只愿电话还在响 剩一场 写着人约你去了什么地方 我只管有言听说谎 反正闪亮的模样 就是我 永远是那些和上 像我最好的 我没想到 好 这个是我变成的主歌 你唯一的肩膀 很多歌都是这样的 比如 有一首歌叫做 挺喜欢的 这首歌 他也是一开始唱副歌 所以这些结构呢 大家可以灵活的去变动 音乐是非常灵活的 你觉得只要是整体唱的好听 吸引人 你就可以去变 那么说了整体歌曲的结构了 我们可以大概说一下段落的结构 段落的结构呢 我们要讲究四个 当然 这是理论上面是这样说的 实际上面 我们还是以好听为主 不需要太流行乐 不要太死板 我们说的 现在说的是理论上的 遵循启程转合 也就是说四句 四句四句的 但是实际过程中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句也好 都可以只要好听 流行乐是火的 那么我们可以听一下 第一句是起 第二句是乘 第三句是转 第四句是合的意思 比如我们听一下 这个就很明显 不要追问对与错 好 这个呢 就是起 起 这句 然后下一句就是成 第二句就是成 成的意思 第三句 转 第四句 然后合起来收尾 然后下一段也是一样 四句 你就是小心翼翼的 因为你怕我难过 而我却不能给你 给你想要的结果 好 副歌也是一样 起承转 刚好四句 看到没 但是呢 怎么说呢 还是那句话 音乐是灵活的 我们只是说 大多数的歌曲 也是按照四句 四句的这样来 但是现在很多歌 他不是按照这样来的 他也很灵活 有的三句 有的两句 甚至有的一句 都有可能 有的五句 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说规定 你必须要怎么样 音乐 反正音乐是没有必须的 一切音乐做出来 就是给人听的 你只要好听 什么规则都可以去打破 所以大家在写歌的时候 一定要前期的话 你可以去多去模仿一下 多去听一下 模仿不代表 都是去抄袭 或者干嘛的 任何一个音乐人 都有模仿过 没有哪个音乐人 没有模仿过 所以大家前期呢 多去听别人的歌 多去模仿别人的歌 多去分析别人的歌 听多了之后呢 你自己就有感觉了 自己就会写歌了 那么这节课呢 是我们乐理的最后一节课 然后我要几句话 跟大家说一下 乐理呢 其实并不难 你只要静下心来 好好地去看这些每一节课 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然后理论永远是理论 理论是死的 但是人是活的 千万不要纠结这些理论 有些人说 哎呀老师 这个地方 书上是怎么怎么说的 必须是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这样 不要问这样的话 不要说这样的话 音乐是活的 好 那么 祝大家 学业有成